国民党立委日前五度杯葛立法院议事 而前美国国务卿莱斯就指出了 问题并非出在台湾人民的内部矛盾 而是中国鼓动轻忠势力 让台湾政府难以施政 现在就被解读暗指国民党轻忠吗 而针对莱斯的说法 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也气得反抢 9月底国民党五度杯葛立院乱成一团 看似蓝绿护杠 美国前国务卿莱斯却是这样解读 虽然莱斯没点名谁是轻忠势力 不过立院国民党团活述发声明严正不斥 党主席朱立伦也很呛 蓝银不满被贴轻忠标签 然而面对中国文攻武嚇却少有意见 审视国民党的两岸路线 蔡总统趁机将九二共识扭曲为等同于一国两制 就算习近平定调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国民党依旧大力拥抱 始终炮口对内 前主席洪秀柱亲中论述在蓝银内同样有支持者买单 也难怪面对中国威胁 莱斯都担心台湾恐怕面临内外交迫 中共对台持续施压 尽管莱斯并未指名道姓 但言谈中听得出 对于台湾的情中势力忧心不已 三人全国一圈抽凯的小组台北报道